台湾面临扫子化的问题 吸毒年龄也不断下降 为了预防青少年吸毒犯罪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利用2018年7月6号学生暑假期间 结合国际福伦3461地区的12个福伦社 在台中市国立科学博物馆前广场 举办一场青春无毒 影像健康 反毒创意标舞竞赛 现场邀请中部地区的国军官兵 跟许多学生团体前来表演 场面相当热闹 尤其活动一开始 就有国军中部地区人才招募中心的精彩演出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 从2016年开始 每年都有举办以反毒为主题的标舞竞赛 提供喜欢舞蹈的学生 一个展现青春热情的舞台跟机会 教育局也表示 今年还结合了地检署 警察局少年队 医疗院所 跟国际福伦3461地区 等民间单位的配合参与 希望教导学生远离毒品 活出健康跟自信 这次参与活动的国际福伦3461地区 平常就是以反毒为目标 所以非常积极参与政府单位举办的公益慈善活动 国际福伦3461地区也计划今年10月28号 在台中市大坑地区 举办一场花博即反毒的剑跑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前来参加 也希望透过这种运动强生 跟文艺活动的方式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 拥有健康快乐的身心 我们今天是代表3461地区 来参加这个反毒活动 那我们3461地区呢 今年大概是有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 积极的来参加教育局跟警察局 以及体育局所举办的各项的一个反毒活动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会积极的 来办理所谓的各项的反毒活动 例如我们在10月28号 我们即将办理一场所谓的 反毒的剑跑活动 南光福人社主委张鸿明也强调 国际福人3461地区 新任总监张光雄 原本就担任民通制药董事长 一直相当坚持反毒 跟公益慈善的决心 未来一定会持续跟公部门 跟民间单位合作 一起推动更多的教育宣导 跟议文活动 为社会贡献心力 打造幸福快乐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